大家好,我是George,洛斯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上一讲讲了面向对象的设计 OOD 基本原则和单一职责原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开放封闭原则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PPT 开放封闭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关闭 就是说软件实体它应该在不修改原来的代码情况下 就可以扩展 简单讲就是说它既满足了高内聚 又满足了低偶合 它主要是,其实是最主要的开放封闭原则就是说 因为你对修改关闭嘛 说明你的内聚性非常好 然后对扩展又是开放的 那么说明你核心非常低 然后呢,要达到这个开放封闭原则 最主要的核心实际就是抽象化 要把一个系统抽象的非常好 然后这样设计它的适应性、灵活性、稳定性都非常好 好的,我们还是具体用代码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同样的,我们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开放封闭原则 OCP 好的,我们有一个 OCP 然后我们把这个工程关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工程关掉 新建一个manclass 把这个全上 打印信息都清掉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一个场景 就是说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我们还是一个 图标演示系统 我们在这个图标演示系统呢 我们目前呢 比如说有 柄状图 有柱状图 我们就需要一个 图形显示的管理器对吧 那我们好 先创建一个类 就比如说 先有一个 柄状图 PyChart 好 那么它有一个方法 叫Display PyChart 打印一个PyChart Display 好 有柄状图了 那我们还有一个 叫柱状图 Barchart 它也有一个方法 叫Display Barchart Barchart Display 对吧 好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就是说一个管理器来显示这个东西 然后它也是提供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它呢也是提供一个方法 叫 Display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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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Man 如果是说是 Py 我们就 New一个 PyChart Display 这样的 如果是 一个 一个 Bar 那我们就 New一个 BarChart Display 对吧 Great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们先用一个Chart Display Manager 然后Manager 我们调用一个 我们先秀一个 一个Bar 然后我们再秀一个 Hi 对吧 好 我们先执行一下 看会怎样 可以正常执行 对吧 我们这个BarChart Display了 PyChart 也Display了 所以我们这个柱状图和 柱状图都显示了 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要再增加一个新的图 它的名字呢 叫折线图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 需要怎样改代码 我们先看一下 MyChart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 它可能是要有 有一个Display方法 对吧 LineChart Display 对吧 那我们这个 ChartDisplayManager 那么它也必须要 新加一个Case 就是说 我们要新增一会儿 Line的 需要一个LineChartDisplay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发现 有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每新增 一个表 一个图 它就必须要 在两个地方去加带嘛 首先我在这个 ChartDisplayManager 里面去会新增一个判断 表示 我有一个新的表了 我需要去 呈现给大家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 我还需要新增一个 LineChart的这个类 这样的话 它就是 违反了这个 OCP 就是说 开放封闭原则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要对 扩展开放 对吧 我们 你有一新增一个 LineChart的 它是对扩展 是开放的 但是它对修改 不是封闭的 因为我们始终要动到 原来这个ChartDisplayManager 这个类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这个就是 不符合原则的 那我们设计 就应该重新改一下 改成说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些 Chart做一个抽象 我们需要新增 他们的一个Flame 比如说叫BestChart 对吧 然后呢 它是一个ObstractClass 然后它有一个方法 加Display 这个是一个Obstract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Chart 就寄成这个BestChart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ChartDisplayManager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要传入一个Name 我们就传入一个BestChart 然后我们去调用这个Chart 点Display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代码当然也不能执行了 对吧 然后Manager.Display 据说我们先 修一个直线图 把这个地方传出了 这次需要传一个BestChart 然后我们就先传一个LineChart 用一个LineChart 那么我们就传了一个折线图 先让它展示 好 然后我们再展示一个 屏状图 PyChart 然后我们最后再展示一个 图状图 好 我们看一下它执行结果 对吧 我们的直线图 丙状图 图状图都正确的展示了 然后我们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 比如说我们架设 我们还要新增一个 其他的什么表 或者什么图的话 那我们就只需要 在这个地方再新增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新增一个 NueChart 它也是Extend BaseChart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实现它的方法 对吧 然后 然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程序对吧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显示哪一个 我们就去把它拣除出来 这样我们的Display Manager 它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去真正的去修改它 而只需要新增 那么我们就对修改 做了封闭对吧 对扩展 做了开放 然后我们还去再执行一遍 没问题对吧 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好的 我们还是打开StarUML 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开放封闭原则的 这个类图的一个演化过程 我们首先是 有一个 Chart This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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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它提供一个 Display方法 然后呢 我们有之前是有两个Chart 这个 Display方法呢 我们有一个参数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有 FarChats 我们也有 笔状图PieChats 然后同时呢就相当于说是我这一个Chats DisplayManager需要去跟他做一个关联 对吧 你都需要依赖这两个类 因为他在Display的时候 分别需要去拗他 并且掉他的Display 对吧 他们都有一个Display方法 这样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害处就是说我们再新增一个比如说叫 MineChats的时候 同时需要去 修改ChatsDisplayManager 也需要新增这样一个类 这样我们就违反我们的开笔原则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重新抽象了一个类 叫Chats PlaceChats 这样呢然后让我们的几个类都继承于他 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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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这个PlaceChats 是一个Obstract的 然后呢他有一个Obstract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ChatsDisplayManager就并不需要知道是哪个Chats了 那么它只需要依赖 PlaceChats 我们的整个结构就变成这样 其实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之前的话呢 ChatsDisplayManager需要关心每一个类 其实它是一个支出网的关联关系 然后我们改成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后 其实ChatsDisplay只关心PlaceChats 这样的设计呢 我们的灵活性就更大 我们扩展的时候只需要在这下面去新增一个它的子类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原来的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动 这就满足了我们的开笔原则 好的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